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 今天我们来进行十几野怪的单挑能力的测试 这个野怪的测试视频终于快要接近尾声了 现在想一想还真是感慨满满呢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是up主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本期视频 首先上场的这位是我们章鱼哥一族的骄傲 他是一个高达十级的超高水平的野怪 同时他也是尤格萨龙最重视的仆人 他也是无面者的最高领袖 拥有操纵死尸的技能 能够在一瞬间拿起一只高达六人的王者大军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概括章鱼哥极其强大的战斗力了吗 他还有一个沉默的技能 能够阻碍法术的释放 沉默的时间高达40秒 40秒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团转也就不过40秒的时间 他就说他是非常的强的 章鱼哥永远的神 哎 他怎么死了哎 不出意外的话 章鱼哥应该是第一名的好成绩 当然是倒数第一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是十级的猛马人 拥有冰片 雷霆一击 还有魔法免疫技能 可以说是非常的强 不过阿普主看他这三个技能好像有点眼熟的样子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花岗岩傀儡的技能好像是和他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把扔冰片换成了头十技能 所以说这个猛马人首领基本上可以相当于一个高配版的花岗岩傀儡 他的扔冰片技能是比头十技能要更强一点的 可以提供非常长的控制时间 在一对一的单挑中猛马人还是比较强的 至少干掉这个培炼者还是比较简单的 第三位上场的是可以召唤地狱火的车车 作为一个十级的野怪 车车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虽然说这个地狱战舰极大部分的战斗力都是来源于这个地狱火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比较强的 废话 老子地狱火可是八级的第一名 怎么可能会垃圾呢 这个培炼者虽然看上去比较强 但是他可能连地狱火都干不掉 那么我们恭喜地狱火 二波士 恭喜地狱战舰赢得了比赛 并且满血斩杀了对手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是我们的女王大人 这也是女王第一次以参赛者的身份出现在视频当中 他拥有死亡缠绕 邪恶光环 还有符咒技能 他是一个功能型的选手 并不适合单挑 痛苦女王应该是在对战地图中最不愿意遇见的野怪了 提前剧透一下 这玩意儿在团战中是非常强的 痛苦女王战败进入第四梯队 下面将要上场的是火蜥蜴领祖 拥有吞噬 召唤火雨 还有献祭技能 一看这些技能就会发现火蜥蜴领祖是一个非常适合对付小型野怪的敌人 什么 你问他单挑怎么样 他单挑肯定是垃圾啊 你看他的三个技能像是那种单挑比较强的野怪吗 坦白地说这个火蜥蜴领祖作为一个十级野怪是非常不合格的 他的这些技能没有一个是比较厉害的 当然暴雪在设计所有十级野怪的时候 当然也不可能把所有野怪都设计成像九头蛇那么厉害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火蜥蜴在对战中释放火焰雨的表现会怎么样 我们掐去中间部分直接看结果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火蜥蜴在单挑中不管是否释放火焰雨 他的成绩都很糟糕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那个被人误解的十级野怪潮汐幽魂 拥有冲击波与冰霜护甲技能 这个野怪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特点是很弱的样子 其实单看技能还有他的属性会发现他是比较弱 但是在测试中他的表现似乎并不是很差 由于他的冰甲技能可以提供防御力 而且可以降低进攻者的攻击速度 照目前这个态势打下去 他干掉培炼者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说成绩不是很优异 但是至少可以进入第三体队 大胆预测一下他可能也不是最弱的三个野怪之一 我要冲着那家海药的尸体来一发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是我们的龙龟同志 他拥有吞噬冲击波还有尖刺外壳技能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步行坦克 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略显憨憨的外表所欺骗 凭借着这三个看似比较简单的技能 龙龟的各项成绩堪称恐怖 很有可能是仅次于九头蛇 还有车车的强力十级野怪 龙龟杀死陪练者还是比较轻松的 我们恭喜龙龟取得好成绩 虽然说龙龟的成绩不错 但是在真正的单挑王者面前 龙龟的成绩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远古多头蛇拥有慢性毒药 吞噬 还有战争践踏技能 本身也拥有极高的生命恢复速度 因为拥有控制技能的缘故 在控制的时候 九头蛇可以恢复接近100点的生命值 所以说 陪练者打在他身上就像老痒痒一样 这场对决已经毫无悬念 你多头蛇还是你多头蛇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曾经说过 车车还有九头蛇都会成为10级的单挑对墙野怪 多头蛇赢得比赛还是比较轻松的 进入第一梯队 之前有朋友一直想看一下 满攻防的那家皇家伟兵在十级野怪中的排名表现 所以说 那家皇家伟兵将会一同参与特试 对此我还特地给他换了一个新的模型 目前可以肯定的就是满攻防的那家皇家伟兵 确实是一个十级等级的野怪 无论如何操作 他都可以打过陪练者 这个尽管放心 把力不足 但是他的单挑能力和车车九头蛇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所以说他最终也只能进入第二梯队 作为一个理论上是一个六级的野怪 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普自创的单位大头术师的表现 由于是单挑的比赛 所以说他的季风技能完全没有用 只能在单挑中释放恐怖豪叫 还有回春术技能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虽然理论上每一个野怪都有可能打过陪练者 但是这个陪练者的属性是比较高的 这个大头术师好像是打不过他 在恐怖豪叫与生命恢复技能的双重加持下 大头术师仍然没能取得上风 那么我们很遗憾 大头术师战败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在九级中取得满分好成绩的野人的表现 虽然野人是一个九级单位 但是他的各项水平已经都达到了10级 这个陪练者很有可能连野人的第一条命都达不掉 不得不说召唤系的野怪单挑实在太吃香了 如果说陪练者连野人第一条命的半血都达不掉的话 野人进入第一梯队也是没有问题的 每一个野怪都有他们独特的优点 那么野人的优点是什么呢 野人是每一点都很精通 那么很显然野人也可以进入第一梯队 现在让我们来宣布一下最终的成绩 第一梯队有地狱战舰和远古多头蛇 他们很轻松地赢得了对战 并且生命值还在半数以上 野人也是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是皇家卫兵和龙龟 他们相对轻松地赢得了比赛 第三梯队有深渊领主幽魂和猛马人首领 第四梯队有大头树是 虎难女王和火蜥蜴领主 最弱的野怪当然就是章鱼哥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500火速更新 谢谢朋友们